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箭则留在了雷霆 为了积极地腾出金金空间 给保罗足够的4年1.6亿美元顶薪 火箭还陆续放走了小前封位置上的两名大将 阿里扎与巴默特与火箭合同到期后 都没有获得续约合同 前者一年1600万高薪头太阳 巴默特则是350万美元回归快船 两名汉将的离队无疑让火箭球迷们十分着急 现在的火箭队阵容中 仅仅格林能客串小前锋 精明的莫雷哪能不知小前锋上的缺陷 今日他们完成了休赛期的第二笔签约 根据雅虎记者Shames报道 消息人士确认 灰熊球员詹姆斯恩尼斯转投火箭队 他与火箭将签下一份1加1的合同 同时他的薪水仅仅为160万美元 第二年略有涨幅为180万美元 莫雷的这笔签约 可谓又是一笔白菜价淘宝 别看恩尼斯的薪水很低 但是他的数据可不差 上赛季效力于灰熊的恩尼斯 场均出场 22分钟 得到7.1分 二篮板 是灰熊的主要轮换球员 虽然错过了勒布朗詹姆斯 但是火箭也迎来了自己的詹姆斯 詹姆斯恩尼斯 恩尼斯是个标准的3D球员 防守十分凶悍出色 同时他有着一手精准的三分球 上赛季他的三分球命中率能够达到38% 同时 恩尼斯在场上也经常上演个人报扣 这也能看出他良好的身体素质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恩尼斯经纪人透露 恩尼斯很有可能在火箭获得一个首发位置 他们在招募方面做得很不错 得安东尼很实在 我们在洛杉矶完成会面 谈得很愉快 恩尼斯下赛季也将是火箭队中的小前锋位置上的主要球员 除了恩尼斯 火箭还在关注有可能与雷霆完成解约的安东尼 根据沃身透露 安东尼的下架将是火箭与热火二选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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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